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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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又回来福岗啦 那每次大家问我说 九州这里有哪里好玩 我想说九州的周围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适合自驾旅游 那这次呢我特别安排了 阿苏周围几个景点 我们要来自驾旅游 这是我们使用的APP 是去去APP 里面有一个功能是一键排去的功能 它里面呢可以一键 帮你排出哪一个行程最顺畅 和停留的时间 而且还可以使用门市租车的服务 那我们已经租好车了 我们赶紧去领车吧 那我们现在在博多车站旁边 等一下已经准备要领车 等一下在旁边领车 那我们等一下从这边啊 开车去阿苏车站 我们使用这个APP啊 它也会清楚的显示说 我们需要几分钟的路程 两个小时又9分钟 先确认一下嘛 这我们今天租的车 确认一下 很大台耶 Toyota的 不够的 小白 前面的位置非常的宽敞 记得租车前第一件事 要先检查一下 就是旁边又没有什么插撞伤 确认没问题之后 就可以跟里面的人员确认 然后我们就租车走吧 去区APP还有清楚表示时间和路程 可以按下时间就可以直接连接到Google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又9分钟的车程来到后面的阿苏 Michino Eki Michino Eki Michino Eki就是像台湾的休息站 那这里的休息站的特色是 里面卖了很多阿苏的农产品 这里面还有阿苏的牛奶冰淇淋 这边还有卖当地特色的马肉 我说这里的人是吃马肉的喔 里面有包含马肉的生鱼片 马肉的饭团 一起去去看看吧 走 这里贩卖很多当地农民制成的农产品 而且都是超级大 价格又便宜 这个超大的白菜 一个日币200块 可以吃超多天的 这里还有贩卖阿苏的米 听说阿苏这里的米粒粒饱满 很好吃 如果来这里的话也可以买小包的回去煮煮看 他有卖这种小包的耶 一千块 就是小小的这样子 一个可能就是 里面有卖六个 一包的话大概是两个人的分量 可以煮六次 这里也有贩卖熊本熊的周边 这好像是门牌的样子 木头做的超质感的 日币900块 上面还写了阿苏 那比小新跟熊本熊的联名 道駅 熊本駅 在这里面啊 可以买到阿苏牧场做的冰淇淋 它这里的牛奶口味也非常的浓厚 如果来这里可以买个吃吃看 那我在往后面这里看 看得到很特别的 它里面是有卖马肉的瘦 生鱼片喔 它这样一包的话是日币两千块 还有马肉的 这叫什么? 很多马肉的商品都在这里有贩卖 这有贩卖的 非常有名的牛奶跟布丁去结账 这里还有卖马肉的便当是日币700 如果也没有吃过马肉 也可以来这里体验厂先看看喔 可以拿商品进来这里吃 记者要先结账完才能过来 可以看到后面阿苏 但超美的 这个是阿苏农场的起司布丁 试试看 它上面这里还附了一个酱 起司的酱 它下面的牛奶布丁非常的浓密 它上面这个好像是苦甜苦甜的那种焦糖 焦香味非常的重 两个合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合 很好吃欸 很绵 就是它牛奶味没有很重 但是也可以用焦糖味下去盖过 再来喝这个得过奖的牛奶 使用阿苏寺阿布牧场的牛奶 我刚刚以为它是牛奶 但是它是优肉乳酸酸甜甜的 我本人是不太敢喝优肉乳的 不过摄影师说 感觉还蛮好搁的 从刚刚后面的Michino Aki 走过来之后 就可以到阿苏车站 也可以来这里跟骗人布拍照喔 那我们在这边去等一下搭直升机的地方 车程约15分钟 非常的近 好险有去GAP 帮我们安排了这个超级好的路线 走吧去搭直升机 那我们现在要从阿苏车站 去阿苏卡德利 动物园这边搭直升机 那它这里很好 里面还有一个笔记 它写说 里面还有很多动物园 可以跟里面的熊啊 或是狗狗互斗 那我们从这里过去 只要7分钟就可以到达 我们现在要来这边搭直升机 这边是阿苏卡德利动物园 那如果你来阿苏火站这里想要搭直升机 一共有两个地方 除了这里还有一个地方 叫做阿苏Ski Joe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来这里搭的是 周一至周日都有营业 阿苏Ski Joe的话 只有礼拜五至礼拜一有营业 如果想要搭乘的话 这一点记得记清楚哦 那我们进去吧 来这里的话 必须要先买动物园的门票 才能进去搭直升机 走 先去找一下它动物园的地方 入口处 要先进来这里买动物园的门票 2600 那它这里会显示 现在直升机需要等待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进去买门票 然后逛完动物园之后 然后再来搭直升机 就买好票了 它这里还可以看剧场 是不用再另外付钱的 所以你先看好这里剧场的时间 我已经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了 现在已经是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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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直在上去 就一直在上去 大概多少分钟 大概5分钟 5分钟 现在是90分钟 hoом 赶紧干净 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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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嬷家以前有牛欸 点那么大隻 這感覺要吐我口水 嚇死我了 他這裡可以跟動物好近喔 還有馬欸 直升機在這裡有看到嗎 先去買門廟 要拿一個 我們現在大概 一點半左右 他說三點的時候拿著這個卷回來這裡 現在這個時間就可以下去逛動物園 所以如果你要來這裡搭直升機 最好先衝上來這裡買票 你看 他的桌布 他超爽的 我們在這動物園裡面啊 他也可以跟很多的動物互動 像我們剛剛在後面看的這個 就是動物的表演 大家可以進來的時候先拿一張這個紙 然後看到幾點 我們就可以去看哪一種表演喔 我們現在要去跟熊互動 然後他這裡是寫說 九州唯一可以跟小熊互動 它是需要另外的費用 那在附近而已 走去看一下 現在要去Juniva 這裡有小熊 熊又叢林 這邊走 而且前面就可以看到 九州這裡的 大自然很漂亮 你看這下面有超大隻的黑熊 而且這裡環境很乾淨 完全沒有任何的臭味 他們在那裡三隻 我現在去看他們的小寶寶 下面還是鏤空的 你看看我這個下面就有一隻 好大 他聽得到我在講話 這裡還可以買水果給熊他們吃 可以來餵熊 看好我可以丟多遠 丟嗎 接住囉 嘿 有吃有吃 新鮮的 橙子 這柳丁 你看這裡這裡有一隻超大的 這隻在睡覺 我不知道會有反應嗎 糊米 糊米 好酷米 好酷 有吧 有有有下來了 身上知道了 剛剛看完表演還有去餵完小熊之後 差不多三點 我們現在要走去大直升機 那我們這次選的coast呢 有繞過抹茶山米酒 然後還有到草千里 才會去近距離看火山 超期待 他關門了 自己建議早一點來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還沒三點 他可能後面預約完之後 他就已經關了 現在還沒三點 你看 我現在到這裡兩點五十一 他說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搭直升機 建議早一點來 要不然有可能 很有可能會搭不到 現在換我要去搭直升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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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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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就搭直升機了 請Ы jin 我們早就搭直升機了 我拍到 Leave 我磋子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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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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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打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直升机 我觉得花一万是超级值得 我们去了火山口 然后去了米总 还去了看到了草千里 冬天的草千里是有点像那种米黄色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草都干掉 我觉得超级可爱 而且鸡丝直接在我们火山口这样绕了两天 它不是上面这样的绕 它是有点这样的旋转 哇 鸡丝超帅 它整个人就要靠靠靠靠 要靠近它身上了 我觉得一生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这个直升机 很像自己就坐上discovery的感觉 一定要来推荐 超级推的 那我们等一下去我们下一个景点 好可爱 我今天还为它吃东西了 一只六七六 看水豚菌 现在我们从动物园这里要前往草千里吃中餐 开车16分钟 如果我的行程想要分享给朋友的话 这里也很方便直接按下这个传送 显示这个QR Code 另外一只手机在扫的话 就可以直接共享行程 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程 等一下去草千里 开始Google Map 开启Google Map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草千里了 想要在这附近吃中餐 那我们按这个草千里进来之后 可以按尺搜寻附近的什么行程 你就可以知道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这里有个美食 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呢 它这里有显示3.8颗星 然后还有下午茶 休息站 美食 它推荐蛮多吃的 那我们决定来吃这一家 新草千里的景观餐厅好了 那在上面也可以看到其他人分享的照片 这个牛肉感觉超好吃的 那我们就决定吃这一家 然后再把它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程 按加入行程 4.5颗星 走下车 这里的菜单啊 它有英文和日文 所以不会日文也不用担心 那我们点了一个限定的menu 点了一个阿苏自己产的那个意大利面 Tomato的意大利面 还有一个咖喱 等一下来吃吃看 它这里的价钱呢 大概都是落在1500至2300左右 然后牛排可能稍微的贵一点 也到3000左右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点 现在来吃我们的中餐 那我这一个啊 点的是有一个鱼 下面是鱼 然后上面有意大利面 算是蛮特别的 这样子混在一起吃吃看 而且它这里上菜速度感觉算蛮快的 鱼是鲑鱼 它鲑鱼是好吃的 就是旁边煎得焦焦脆脆的 很新鲜 吃吃看它的意大利面 它其实搭配意大利面是那种番茄的 只有一点点那洋葱的甜味 可以把那个鱼的香味带出来 而且好吃耶 然后旁边还附了一个沙拉 然后有一些解腻的 然后再配上一个饭 我觉得在这里吃饭啊 就是享受 有一个还不错的景观餐厅 那我们另外一个主食是咖喱 我觉得它咖喱来说就比较普通 就是一般亮饭店都买得到的那种咖喱 吃吃看它的肉 它肉有给了五块左右 它肉的蒜是蛮嫩的 还不错 第一次冬天来草千里 之前看到这里都是绿色的 那它夏天啊的时候 这里还会有马 你可以在这里骑马 超漂亮 现在呈现这种奶茶色 其实也是满美的耶 这一走路 好像走入一幅画里面 现在来开箱我们在阿苏住的饭店 那我这次选择的是 这种日本的榻榻米 那它已经帮我们铺好两张床了 照理说啊 我们旁边这个桌子 应该是摆在中间 吃饭的时候 它才来帮我们来铺床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预定这里的晚餐 晚一点就出去外面吃 那再走进来这里 还有一个非常传统的 就是一个像阳台的地方 那这里很好的是景色超级美 虽然现在已经到晚上 明天再拍给大家看 那这一家饭店呢 它的露天浴场也很厉害 就是 我再找照片给大家看 如果来阿苏的话 我觉得这一家还不错 那我们这一家饭店啊 如果你晚上没有预约的话 它就是不提供给零食的 想要吃晚餐的人 所以我们去外面吃 那刚刚找到一家居酒屋 叫做和乐 加入行程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 好 加入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 出发 前往 好 好 来去吃晚餐 开车四分钟 我们到了我们刚刚在APP上面找到的 WALAKU 它是一家居酒屋店 进来吧 这一家居酒屋 它这一家有套餐 像这种煮食的套餐 或是如果你想要点单点的也可以 看看这一张menu 你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吗 它这里有卖生的马肉喔 听到是不是超级震撼的 等一下我们已经有点了一份来吃吃看 马肉是什么味道 我们的马肉来了 1234567 给了7块 那我刚想说 为什么没有wasabi 他跟我说 他们这个马肉是要加这个姜 然后葱 然后葱 下去吃的 这个姜葱先加到一些酱油里面 这真的非常传统的吃法 因为我在市区吃的话 也是可以加wasabi的 生马肉 我感觉他早上都还在火遍乱跳 非常有嚼劲的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这样子点两个套餐而已 一整桌子的料 满满的 感觉超丰盛的 欸 还有水果 它真的超好的 而且店家就是很亲切 还在教你说你怎么吃 先来吃看这个 我看到这个不得了 它肉超级大块耶 这是牛吧 对吗 就是马肉 啊 就是马 不是吧 牛 它很厚 它的外面煎的脆脆 然后里面那种半身不熟的 很juicy 嗯 嗯嗯 它甜不辣给的分量算蛮多的 大概有七八种的甜不辣 然后它的汤啊味噌汤里面 感觉料也非常足 还有沙拉前菜 这样子一整个套餐只要日币2500左右 真的非常划算 而且这里的店家人非常好 教你怎么吃怎么吃 然后还送上小菜来 非常推荐这家店 今天我们的熊好像也吃一样的米干 我来用这个去丢它 我觉得这一家之后还可以来 我们点了一个套餐大概是2500左右 那它整个分量超多 而且里面的店家店员超热情 款待我们 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吃 然后食材也很新鲜的一家店 大家来 阿苏这里的话可以来吃这家荷乐 我们走过来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大浴场是在右手边 我们发现有早餐在前方7点到9点 这里有阿布牧场的牛奶 这是我们的早餐 这里的早餐时间是7点到9点 那这里特别的是它刚刚还可以让你烤鱼 我觉得这家早餐应该就是算 硅硅硅硅基本本的 来吃早餐 这是冰 大家早餐现在是我们第二天的早晨 我们今天要前往大关峰 那我来看一下 这边直接按大关峰之后查询积蓄 前往 倒哈 就出发吧 我们现在来到大关峰 那停下车之后大概走个五分钟就可以到前面的观景台 这边很厉害的一个重点是它可以从这里看到阿苏五月 在夏天来的时候这里的草皮其实是绿色的 直到就是像冬天啊 准备进入秋冬的时候 它草就会变成像那种黄黄的奶茶色 那它们之后会把它全部烧山 让它们再重新生长 前面的景色超级壮观 赶紧走 大关峰的周围飙高936公尺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被阿苏山的北方所围绕 现在我看到的景色啊 就很像来到国外的那种大自然的景色 非常壮观 我觉得九州这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自驾旅游 好 给大家看看 像我后面这一个它的名字叫做米总 如果你要上去草千里的话 一定会先经过这个可爱的山 它现在里面静止静都不过 我觉得在旁边这里有一个行车场的地方 下来跟它拍照非常的可爱 我也超喜欢它的 现在在我旁边这一栋红色的建筑物是 阿苏火山的博物馆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更体验 想要了解阿苏火山的话 这里非常建议哦 就是如果你看完这个旁边就是草千里 那再开车大概一阵子之后 就可以到达阿苏火山 这一家风格啊 蛮多咖啡的 幽默茶 牛奶 还有柚子茶 闻这种蛮香的 蛮重的咖啡味 而且这一家感觉很有设计感 蜂蜜柚子的 就是很蜂蜜柚子很基本款 那这一家风格啊 守的是现在时尚风格 除了咖啡饮料之外 这里还有卖冰淇淋 还有一些小伙伴店 来这里草千里的话 我觉得这一家店也可以一起逛一逛 现在我要去上车 见熊眼见神社 那从这里看的话 我们叫前往导航 过去大概30分钟 好那我们这一站来到了 上车见熊眼神社 这里的交通非常的不便 那在我们后面这边啊 这边有个停车场 如果有开车过来的人 可以停在这里的停车场 那走路过去呢 大概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这里的神社 这里的神社啊 为什么有名呢 它这里里面摆放了很多座的石柱 加上旁边的青苔 常有一种神秘感 那带大家去看一看 它斜对面就有一个邮局 只要认这个邮局的对面 就到神社了 这边进去的话 一个人要付100元的邪力金 就让他们好好的维护这一片土地 大家记得要投钱哦 我们再走一下子 在前面就到了 这边进去的话 一个人要付100元的邪力金 如果你这里没有带宝特瓶的话 这里有卖这种大瓶子 它这里还有分5L是400 2L是200 可以购买这里的宝特瓶去装里面的水哦 日本百大银泉 超可爱的 这个还是熊本熊 大家都会在这里装水 银泉百大1985年14月环境厅选定 百大银泉 这里的泉水超级干净 可以看到下面还有那种青苔 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青苔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装水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清甜的那种水 看起来是谁 大家可以来这里装 这边下面有那个有点在震动的地方 就是它涌出泉水的地方 它每分钟啊会涌出60吨 现在我们来到的白川水源是 这两天一夜的最后一个行程 等一下我们就开车回福缸 开车回福缸 约两个半小时左右 就可以到达 但是我们旅程都是使用去去APP 大大提升了我们旅程的顺畅度 以前出游玩啊都是需要去Google一个 一个排行程排顺序 但是去去APP里面有一个一键排序的功能 可以直接帮你从顺序哪一个比较近去排 我觉得让我省下不少的时间还有行李 重点是如果你想要买票券的话 里面也可以购买当地的票券 还有加入保险 甚至可以寻找航班的功能 都只要在这个APP里面就可以完成 更特别的是每次精心规划的行程 还可以一键输出成旅游小书 让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次 九州自驾旅游的话 我也会把行程放在说明了的地方 大家可以下次按照这个行程走 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是孟子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